北京时间8月30日,北京首钢队发表声明,表示经双方多次协商达成一致,孙岳在2018-2019赛季,仍然不在球队的注册报名名单之内, 这也就意味着前国手孙岳连续两个赛季无缘CBA,上个赛季,首钢俱乐部还是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当时孙岳刚刚在美国接受手术不久,给这名老将一个赛季的休整时间情有可原,不过,这个赛季首钢给出的理由就有些牵强了,首钢衬,雅尼斯教练认为孙岳不适合球队目前的体系,俱乐部认同雅尼斯教练的观点, 同时,首钢俱乐部与教练组一致,决定给年轻球员注册和打球的机会,这一消息刚刚放出来,舆论就一片哗然,如果觉得孙岳不适合当下的体系, 北京首钢俱乐部完全可以选择与孙岳协商买断后者的合同,或者通过交易将他送到其他俱乐部, 这显然是北京首钢俱乐部不愿意接受的局面,孙岳如今的遭遇与上赛季莫里斯的情况如出一辙,新赛季,成为自由身的莫里斯,已经加盟了广东队,反过北京必然成为一出好戏, 而如果孙岳也不莫里斯后尘,成为首钢的死敌,他们新赛季凭空多了两个敌人,说孙岳不适合雅尼斯的体系,或者给年轻人疼位置,虽然说起来有些牵强,但也可以理解,但是,既然不爱了,完全可以选择放手, 孙岳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尾声,连续两个赛季没有球打,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是,致命的,别说孙岳还是首钢四年三冠的主力功臣,就算他是一个普通球员, 俱乐部也应该出于球员利益考虑,尽可能不去做伤害球员职业生涯的事情,北京首钢可能不在乎让孙岳享受七百万的带薪休假,可这样的操作手法, 真的会含了球员的心,很多人不禁要问,北京首钢为何要对孙岳痛下杀手,里面的内情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有一个细节,是需要告诉大家的, 众所周知,孙岳是2009年中国南兰,兵败马尼拉偷笑门的主角之一,在惨败给伊朗队之后,王志志,义剑林等人面色凝重,而杜峰,朱芳宇和孙岳则一直在笑, 这一幕被冠以偷笑门的称号,偷笑门之后不久,时任主教练杨纳基斯去职,孙岳与国家队也渐行渐远,未料到山不转水转,孙岳与杨纳基斯的团队又重逢了, 现任北京首纲主教练雅尼斯,就是当年杨纳基斯的助理教练,而北京首纲现任总经理秦晓文,之前担任杨纳基斯的经纪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秦晓文和雅尼斯如今对孙岳的处理手段与当年的偷笑门有关, 但因为偷笑门,雅尼斯和秦晓文职业态度,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有可能影响了他们今天的决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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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